第二个议题 Hong Kong Serial Parliament 我回看上网查 年多前说的 没话说 其实由国安法通过后开始 很多人离开 已经有人说要弄流亡政府 在英国成立 有人提议这些东西 老共也很生气 你不要搞这个事情 抓你 至于此类勾劫我的势力 至于此类勾劫 英国现在最多香港人 但是海外来说 天涯若悲论 其实没什么所谓 是不是应该可以搞一个组织 因为现在已经走了30万人 去英国就多了 英国一定是重点的 伦敦 但问题是 散落在各地的香港人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议会呢 Council 应该最近有提出的 有人提出 不好意思 我就 我就没有详细听 因为你说个构思 各人都不同 不是详细 有人留言想我说这个 Hong Kong Council 他应该是最新的名字 亦做海外香港人议会 就类似 他说议会的好处 他不是立法机构 诸如此类 立刻 好 但是 罗冠聪搞了一档 叫做香港association之类 我评论过 也介绍过 评论过 也介绍过 我相信有很多单位 不好意思 说不完 看到 就想想 哪个呢 哪一堆人搞 没问题 是的 我很赞成 千万不要说 我们要统一起来行动 搞什么 不要 我们当日 就是19年的偉大的地方 由14到19年就是反大台 反黎智英领导民主派 虽然反得两反 大家一起坏了 但是不要轻视这个反大台 因为这个反大台反传统 才是文化里面的毒瘤 就是那些崇拜名人 要统一 要团结 对不对 争民主 团结只需要一两样 民主法治人权 就是这几样东西就算了 其他那些不重要 怎样组织 怎样行动 各有各精彩 但是有些人不是 对不对 有些人不是 这些人其实是没有民主意识 很想搞大了 当自己威威 带队 诸如此类 你成功 给你搞 给你带队都没坏 不成功 现在是不成功 所以你出去就不要搞大台了 但是 having said that 就是说完这件事 我又认为 你有一个影子式的组织 那是迟早要的 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 盖上所有离开香港的人 当然要组织 实名制也好 怎样也好 少少认识 不要说怕什么 最少我香港想组织 我香港人有危险 在香港无法组织 组织 那是迟早要做的事 也是考验 考验 香港人的智慧 你说这条 需要考验香港人这么厉害 不是的 你看看北京咨询出去一班人 跟着八九六四出去另一班人 是不是 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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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去年 前年还是去年 蓬佩奥 蓬佩奥 在图书馆那里 演讲的 已经邀请了魏京生出来 神主牌拿出来 就拿出来一会儿 你要慎防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你的智慧所在 要的时候 罗冠聪 许志峰 拿出来做神主牌 不要的时候就拼在一边 当然不会抹黑你的 但是不管你的 你要明白 你自己是别人的 就是整个战略里面的一只棋 那你不要介意 我说我不会介意 你当中战略里面的棋子 我十分光荣 好过一个废佬 死在街边的废佬 没有人管 至少也能看起你 废佬你竟然可以看到 人有点点 想找你做棋子 我先看清楚 我安全我才做 不是你叫我做 不是想说完 而是说现实就是这样 你有智慧去避开这件事 我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你是独立 你不要说没有钱 黎智英那些是这样的 民主派那些人说没有钱 你要维持独立性 香港人的可贵就是 你是独立搞出来的 人家会尊重你的 但当然人家会说 你没有钱 要不要我找些人捐钱给你 什么民主基金 不要说有钱就要 不要 因为这些不是需要钱的 起码原则上不需要 一人夹几元就很重要 三万 一人夹两元就已经一百万了 几十万人就很需要 需要不需要一定要靠外国的赞助 又不要说祈求别人的赞助 不要 你做到有特的 这些所以就要考验出了有人智慧 你问我 那怎么办 这个组织 有人说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老共沽之前是屌 你都不用想 不会 其他国家不会 因为这件事是冒犯别人的主权 也没有人能够 流亡政府的法理上 就是传统上的法理 大纳拉麦可以搞流亡政府 为什么呢 他管过西藏 他是政治迫害走出去的 非正式 不是民主投票落台的 要逃亡的 你搞流亡政府就可以了 就是符合国际法里面的习惯 但是我们香港人 没有这件事发生过 你说 都是被迫害 但是你出去不是一个政府 被推翻 一群赶走的政府 你只是一群不满意这个 暴政 这个独裁政府 就离开了香港 但是又想维系住 那什么维系住 还有承传香港的精神呢 我觉得你几样东西就够了 大家记住 不用多 几样东西 多都不好 你说我没有装回来 那你就另外做了一件 武装打仗 另一件 这个议会越住 越多人越好 香港人的议会 你叫个议会 叫什么春 一个平台 流亡香港人 有个归属 大家 宗教化了也好 打人聚会 有几样东西 这么多就够了 这个会议里面 设计几个小组 第一个人权 人权、法治 这个没有争议 民主、人权、法治 这些交给哪些人做呢 尤其是人权、法治、民主 人权、法治分开 人权、法治、民主分开两个组 这些交给专家做 实有些读人权 好像我那样 懂人权的东西 法律的东西 尤其是专业 你找个专家去形成一个小组 这是一个群组 民主 争取民主的局 最好叫许智峰、罗冠聪 那些去形成 由他去发言 涉及民主、怎样争取 这些事情由他们去做 少数亿 就是专家组 说几样就可以了 跟着文化一组 就是怎样保持香港文化 或者历史一组 这些没有争议 有专长的人去形成 形成一个组 这些组可以大一点 组可以大小 就是在这个会里面 香港公司里面 组可以大小 就是人可以多 但是不需要太大 是专业 很聪明的 比如香港文化 电影 电影会 那些都搞过 这些可以做 如何保持香港人的 identity 文化方面 历史 历史也重要 历史也重要 可以多开一些组 但是这些组都是专家式的 就是委托某些人做 那他们自己 当然是名气救的人 加入 我希望 那些KOL要加入 是不是 宣传组 海外宣传组 就统一了 是吧 负责解说 这些事情 那些KOL要做 做些事情 不要经常被我吵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就博我 你不要这么多声音 我们出来有很多东西做 例如做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你便 不用经常被我吵 那些东西 找些东西做 那 够了 这个又不是很多人做到的 你做开KOL香港 那你开个流亡组 那现在你够糊糊糊 那有空 没时间讲香港 不好 那你比如 香港的时事 时事 你评述这样 一个组 说要发表一下统一意见 之类 代表香港人在海外的声音 这些都可以做 那 变成你普通人 你只是加入了 还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 过时过节 七二一八三一 这些 那些时间 就要搞 或者一年搞一次 始终香港六四 悼念 就是 到时慢慢定一天 那天就 全球的海外香港人都要搞集会 做大距 一年搞一次至两次就够了 那这些个个都可以加入 是 顺便入会 诸如此类 搞 这个 啊 从 新 振奋香港人 啊 保持香港人 在海外的那个 团结 啊 精神上团结就可以了 是 那不要搞这么复杂的组织 越简单越好 是 那这个只不过是我的初步构思 那有人问我呢 就是法律上的法律上 就是有什么代表性 代表性这件事情 不是一定要有选举的 是不是 我一刻站出来 我就是代表老爺的 是天生的 这件事情 代表性不需要选举 人们认同你就已经有代表性 所以不需要用法律的代表性 是 你要人联合国有个 你自然有的 你的legitimates呢 所谓你的认秀性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是不是实质做到一些好的东西出来 或者你是不是真的反映到的 不是变成小卿资欠利益 搞囚款 压钱 千万要戒这些 这些是集体智慧决定这件事 就是自己要监察着自己 是不是 那么 跟外国政府打好关系这件事呢 不是太需要 你不是违法的东西 他不管你 人家 freedom of association 因为你做的事也只不过是一些 宣传的工作 维续文化 还有什么 有个代表性 在海外有个机会 跟香港人发声 那么你分了小组 就由小组去负责所有的东西 小组就由专家去负责 简单来说一个架构就是这样 那么老共喜欢不喜欢 一定不喜欢 什么都不喜欢 我说这么多东西 都不喜欢 没办法 我是喜欢讲话 我随口说就是 那么有智慧 和那么齐整 这个我是天生的 你这些奈乐我磨 好 那就是我六观其成的 而且我们 有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出去 迟早要搞 因为你几十万人 迟早要搞某一个形式的 代表性的组织 要的 代表到的 可惜 施陀鲁先生过世了 他搞教协 搞 这些都是很成功的 搞公盟 公盟不是他 但是这些人我们不欠缺 比如李卓人 坐完间就去外地组织 组织经验很好 我们 我不是想 集沈旭 或者联鱼曾 两位教授 他们都写个文 觉得合理的 他那些推论全部都进来的 因为他是看资料 看文文那些出来 做不到应该做的事情 做不到起不了作用 变成了人家的棋子 应比其子 做不到那样东西 但是 我又想问一下两位 请教一下 你们猜不猜到香港人 搞到那个 两次颜色革命的形态 真心说 你事前猜不猜到 或者过程里面你猜到这样的发展 纵燃背后有些国际势力支持着也好 那你都要自己有种自发性 可以搞得出来 香港人搞的事情 没有人猜到的 这就是香港人特性 Be Water的特性 而我相信 香港人出去再搞一次 就不会搞回 魏京生 或者到后来 不要开戏 那两堆人 就是那个 民运那些不成功的例子 因为香港人不需要的 那 结果是怎样 当然不知道 希望 似无似样搞出来 但是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香港那种 在极权之下 欠人权法治 欠自由 欠民主 那种技巧 那种技巧是独有的 因为在环境里面磨出来 磨出来的一种Be Water的技巧 大家 对自己这件事有信心 你要搞一个组织 成就要好过 六四 北京之春和八九六民运 那两个先例 不太成功的先例 跟着小英子斗争那些 大家记取教训 还有记得我们自己成功的经验 自己走自己的路Be Water 然后找出一条 有利香港人在海外团结的路 那就对了 我们迟早都可以煲底相见 始终坚信这件事 成功那天 因为整个世 前面都讲过 今天有感而发而已 你不要把梁振英这些当成中共 中共的智慧高过梁振英很多 又因为他没有智慧 所以不肯扶起他 大家聪明一点 空间是有的 重新团结 有个真正的一国两制 有民主法治的空间是有的 可能性当然也跟着有 现在未得住 时势未到 大家保持这个信念 你说我过分乐观 我为什么要过分乐观 反过来我何须过分悲观 无须乐观也无须悲观 事在人为 其实是看你自己 看我而已 不如我不走 我就发挥了某些作用 坚持继续在香港评论的作用 我是发挥了 是吗 是呀 大家听到不是挺好 走 走就没用了 没够用了 被我吵了 但是你没用之余 你又可以做到一些 无用之用的事情 既然口水那么多 在英国 天天在那里 讲香港话话 不如再延起行 在海外人的几十万人的服务对象里面 利用你的表达的技巧知识 去重新做一些 在那个环境里面 能够起到作用的事情 我们做不到 哪里我做不到 国民的侵 煽动性的事情 我说不到 危险的出来 领导示威又不行 你在外面搞饱 什么东西都说得出 经过互联网 回到两个 那些重要 不要得够闲 还要帮政府补针 让你出去 不要再说些无论来为的东西 捉鬼 那些 反省一下可以不可以 各位走出去的人 好 说完今天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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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